大家好,我是财马小青 最近我徒弟满满君跟我说 说他之前用信用卡分期买了一个手机 最近手头比较宽裕 就想着能不能提前还款 但是发现提前还款不仅要把剩余的手续费都给交了 还要多收一笔违约金 这就奇怪了 为什么银行不想让咱们早一点还钱呢 首先咱们说为啥剩余的手续费都要交啊 因为通常分的期数越多 总手续费也就越高 但是平摊到每期的手续费反而越少 咱们以招行信用卡为例 假如我办了2000块钱分三期还款 那么每期的手续费就是18元 三期总共是54元 但是如果我一开始办六期 每期的手续费就只有15元 如果我还完三期之后要提前还款 而剩下的手续费又不用交了 那银行只能收到45元的手续费 大家发现这个漏洞了吗 如果所有的人都先办一个长期的分期 然后再提前还款 就能把手续费降到最低 这对于银行的营收肯定是不利的 要知道分期手续费 可是银行信用卡中心的主要利润来源 那为什么还要收违约金呢 因为银行为了提高效率 都会按照一定的流程 批量处理各类账单款项 如果提前还款 银行就需要把其中一份账单单独拿出来 单独再走另一条流程 时间和人力成本都会增加 所以需要另收一笔违约金 总之建议大家办了信用卡分期的时候 要慎重 因为一旦办了分期 提前还款就不划算了 不过要补充说明一点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办理分期 是可以提前还款的 不会收取多余的费用 也不会产生其他的影响 大家好我是财妈小庆 欢迎关注财妈聊财商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的首页 搜索财妈聊财商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就能看到关注按钮 下次想看财妈的节目 直接点击关注列表 就可以查看了 感谢观看